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ey Choo的頻道 我是阿C 終於來到花樣年華影評的第二集 上一集很詳盡地跟大家分析了電影的氣氛建構 服裝美學 敘事手法 以及鏡頭運用 今集就講一些更深層次的討論 就是電影的結局和政治隱喻 還有講多一點電影的配額和細節 如果大家想看上一集的話 就可以按右上面這個連結 好 我們馬上開始 電影的最後去到1966年的香港 蘇麗珍去探孫太 這一場的色調實在太美了 租屋的裝修變成秋黃色調 蘇麗珍身上的旗袍都是秋黃色的 好像配合故事的走勢 就是來到秋天凋零的狀態 而剛好也是對應歷史 因為香港當時正進入動亂的狀態 中國在1960年開始推行文化大革命 文革在1966年正滲透式地影響當時的香港 大量本身已移居香港的中國人 當時人心惶惶 每個人都急著移民去外國 所以在孫太和新住客的口中都會聽到 香港當時很亂 有能力都會想走的這些說話 其實正正就是反映這段香港歷史 而在電影的尾段也加插了一段 法國領袖戴高諾到訪柬埔寨的時候 被民眾熱烈迎接的紀錄片段 柬埔寨本來是法國的殖民地 最終完結了法國的統治 逐步成為獨立國家 所以大高諾這次的到訪 也象徵著柬埔寨殖民地歷史的結束 王家衛刻意展入這段紀錄片 對應香港當時面臨文革的威脅 會不會其實都是一個很明顯的反襯呢? 不同人對這部電影的政治隱遇都有不同的解讀 如果以我的理解 以王家衛在電影中埋下的不同政治元素 除了以上柬埔寨的紀錄片之外 還有和50年不變有關聯的2046號房 我就會理解為蘇麗珍和周慕雲 正正就是象徵著回歸前的香港人 在2046號房過著漁夢、漁幻影的美好回憶 但捉不住的 最終都是要面對現實離開 就好像香港面臨殖民地身份完結的坦剔 對未知的恐懼 花揚年華看起來好像一部愛情片 講述大時代下的偷情故事 但同時都以角色的轉變 去帶出香港歷史的轉變 就好像電影中所說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將故事定在香港的1960年代 其實只是一個引子 王家衛所說的這個年代 應該是回歸前的香港 因為花揚年華是2000年上映的 正正就是回歸之後 王家衛是用1960年開始醞釀的社會動盪 來做故事的開端 再用柬埔制的紀錄片 去延伸說香港殖民地的要題 那個曾經美好的香港 已經過去了 就好像周慕雲對蘇麗珍的懷念 香港人只能懷念昔日的香港 當然 其實當年港英政府治港的初期手法 和制度都是不完善的 所以其實是好看你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當時代入了怎樣的主觀感受 但對於我來說 如果以電影的各種政治元素所併合 我就會得出以上的理解 好了 之後就跟大家說說電影的結局 最後周慕雲回到租屋 這裡的鏡頭和周慕雲在電影出現的 第一個鏡頭的構圖是一樣的 是做了首尾呼應 而周慕雲也是身住客的口中得知 旁邊屋住了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 觀眾應該都推論到 這個女人就是蘇麗珍和她的兒子了 蘇麗珍的兒子叫容生 容生其實就是武俠小說作家 金融和梁宇生的合稱 蘇麗珍和周慕雲在2046號房寫武俠小說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小孩就是她們的結晶品了 周慕雲應該都猜到這個女人就是蘇麗珍 也應該猜到這個兒子可能就是她的兒子 她只是笑了一笑 究竟她這個笑容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之後就會再討論 最後她在蘇麗珍的租房前站了很久 電影是沒有拍攝她敲門的 而這段的背景音樂就是配樂 傑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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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這首歌在電影裡面出現過很多次 不過每一次都是音樂慢慢淡出 或者是一個不完整的完結 但這次這首歌終於真正完結了 傑莎是也許的意思 這首歌是講述歌姐在追求一個女生 但女生一直在迴避她正視兩個人的關係 不斷以傑莎 即是maybe 或者 去回應歌姐的追求 其實就是在影射蘇麗珍和周慕雲的拉鋸關係 而這首歌終於在這一幕播到音樂的結尾了 之後就是出過長字幕 哪個時代已經過去 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正正是隱喻這段關係 最終還是要完結 是沒有開花結果的 所以周慕雲最後是沒有敲門 是沒有跟蘇麗珍相認 而當蘇麗珍和兒子出去了之後 電影就加插了一個空鏡 去拍攝租房門外的走廊 同樣的構圖在電影已經出現過很多次 之前的場口就會多些擺設 但現在只是一棵破舊的場 我覺得這個鏡頭是想表達是日如非 租屋已經改變了 空間已經改變了 人來人去其實是必然的 做一次暗示蘇麗珍和周慕雲這段關係已經過去了 講起音樂 其實花樣連環的主題曲 Umi G's Film 都是電影序事的重要點綴 在電影出現了九次 每一次音樂出現的時候 都象徵著兩位主角的關係變化 而這首歌是原舞曲的節拍 感覺就好像兩個人在跳舞 你走前一步 我又走後一步 正正就是兩位主角在這部電影的狀態 而在電影的結尾 周慕雲來到柬埔寨的吳哥忽 他對著建築物上面的一個洞穴 他講了一番觀眾聽不到的說話 那為什麼他要去吳哥忽呢 有人就說因為這是一個復仇故事 其實是周慕雲對陳生的一個報復 他因為接受不到自己老婆被陳生搶走了 所以就勾搭陳生的妻子 即是蘇麗珍 所以當周慕雲知道蘇麗珍有了自己寶寶的時候 他當時笑了一笑 人們就推論這個是奸笑 所以最後明知蘇麗珍可能在房間裡 都不進去商認 而最後去吳哥忽的洞穴講秘密 其實是懺悔 我就不太認同 我始終都不覺得這個是一個復仇故事 雖然有很多人說周慕雲在電影裡 是不斷有對鏡頭奸笑的 我就不覺得那些是奸笑 純粹想帶出他跟蘇麗珍的情緒有分別 蘇麗珍的情緒是隨著時間線越來越波動的 是因為他用情越來越深 但相反周慕雲的心情是越來越平淡 直到最後是全身而退 究竟他租屋的這個笑容是什麼意思呢 我就會覺得他知道那個女人就是蘇麗珍 他也知道蘇麗珍有了自己的BB 但蘇麗珍已經成為字幕所說 過去的時代了 在周慕雲心裡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但他不打算回頭追究 所以最後他沒有拍門去找蘇麗珍 然後他就去了吳哥佛 那為什麼他要去吳哥佛呢 因為我本身就不覺得這是一個復仇故事 所以我覺得周慕雲純粹想把這段關係保存 就好像他跟阿炳所說的秘密一樣 把他保留在這牆裡 放下這段回憶 至於為什麼故意去吳哥佛 不隨便找一個洞說了他就算呢 我記得王家衛曾經在訪問中說過 因為吳哥佛是擁有遊場歷史的偉大神廟 而剛好在電影的尾段 也提及過柬埔寨結束殖民利的歷史 所以王家衛就想以柬埔寨來做電影的結尾 去影襯這段柬埔寨結束殖民利的歷史 好了我們再深入討論下去 究竟吳哥佛在電影的結尾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段情節的鏡頭運用 一播完柬埔寨的紀錄片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有一位真人 他坐在吳哥佛的其中一座建築物上面 然後周武雲就開始對洞穴說話了 當時洞穴還是空空如也 寸草不生 畫面由近鏡去到遠鏡 然後又回到近鏡 之後就跳了一個高炒的鏡頭 這個鏡頭的一半畫面 都是被真人的頭所掩蓋 周武雲在對比之下身影顯得很渺小 我會理解這個鏡頭反差和構圖 就是想形成一種宏大世界觀的概念 真人就是象徵著世界 歷史或者時代巨倫 周武雲和蘇麗珍這段感情 就好像我們的人生悲歡離合一樣 我們自己就會把事情放得很大 但在歷史上其實只是很渺小 而且世事本來都是常變 和字幕所說的世去的時代其實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阻擋不了時代的變遷 因為這是世界的定律 周武雲向牆上這個洞穴 說了他的秘密之後就走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把外套放在肩膀上 布置是很輕鬆的 看來他是放下了心結 而本來那個寸草不生的洞穴 最後都生了一些草 即是說他和蘇麗珍這段往事 最終都隨著時間改變 成為了改變不到的歷史 然後就是一連串拍攝 吳哥佛建築的鏡頭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這座偉大的建築物牆上有著歷史的痕跡 如果用周武雲牆上這個洞穴來做引子 我覺得王家衛就是想營造一種 不可逆轉的歷史觀 無論是小到好像周武雲和蘇麗珍的這段愛情故事 還是宏觀一些講柬埔寨的殖民地身份 再牽連到香港殖民地的身份 歷史就像這座吳哥輝一樣 隨著歲月的流逝 就是會記載更多的歷史痕跡 去強調時代變遷的無奈 現在我看這部電影 其實真的很感慨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仔 看這部電影都有這種感覺 有時我會覺得王家衛的戲之所以這麼吸引 可能是因為他的電影裡面 記載了一個香港時代 一個大家現在是會懷念 但已經回不到他的時代 所以看的時候自然會很感慨 另外相信不少人都知道 花樣年華是有一段被生減的片段 就是原來在周武雲向牆上的動語講秘密之前 本來是有一場蘇麗珍和周武雲在吳哥輝重遇的情節 大家可以在YouTube看這段生減片段 蘇麗珍就說自己是和丈夫去柬埔寨談生意 但如果根據本身故事的脈絡 周武雲其實在新住客的口中 已經推測到蘇麗珍是獨居 和有一個兒子的 所以在重遇的這個場口 周武雲就不斷問蘇麗珍她的丈夫在哪裡 和為什麼會在柬埔寨談生意 似乎是在搓她說話 想揭穿她的謊話 而在這段周武雲搓蘇麗珍說話的對話裡 畫面是一直拍著 吳哥輝建築物的天花板 直到他們兩個說回對方近況的時候 才拍回他們的面子 我覺得正正是因為王家衛 想觀眾去專心聽他們的對話 想大家專注去感受 究竟蘇麗珍是否在說謊 而當拍回他們兩個面子之後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蘇麗珍的肢體語言 當周武雲問她 為什麼她會知道她做記者的時候 和當周武雲叫蘇麗珍介紹女生給她的時候 蘇麗珍表現得很不自然 有點緊張的 她就好像在努力地扮得很自然 但從眼神和手部動作 都看到她其實根本還沒有釋懷 直到他們告別之前 周武雲就問蘇麗珍是否有打電話給她 蘇麗珍那一刻的反應是很真實的 周武雲的問題就好像觸碰到她的傷口一樣 蘇麗珍就低頭沒有說話 然後就裝得很自然地說 我不記得了 她似乎是沒有辦法去否認自己的情感 只能夠說謊 說自己不記得了 去避免這段關係再發酵 蘇麗珍說完我不記得了之後 是眼罰呂光的 然後周武雲的反應是好像有點痛 沉澱了一會之後 然後笑了一下 相信這個笑容也是釋懷的笑容 因為本身緊接的下一個場口 就是她對動月說秘密的時候 周武雲其實一直都很想問蘇麗珍 當年是不是有打電話給她 她和蘇麗珍的這次重逢 其實是了結了她內心的心願 所以她可以向動月交代這段往事 放下這段往事 我覺得其實王家衛決定剪走這一段 都是很恰當的 雖然這場戲都很精彩 她們的對戲都很好看 但在劇情上似乎寫多了 感覺上是太赤裸的絕情 就好像想讓觀眾透徹地知道 她們的關係已經完結了 和電影一直偏向的那種 流白風格是背道而馳 所以王家衛剪走這一段 都是很合理 最後想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電影的細節 電影裡面出現的黑底白字過場字幕 其實是源於作家劉爾祥的著作 《對賭》 而這本小說也是王家衛拍攝 《花樣連華》的創作啟發 《花樣連華》和《對賭》在角色 將力處理上是有相似的地方 網上也有很多關於《對賭》和《花樣連華》 在故事結構和人物設定的詳盡分析 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 就可以看看這些分析 以及在電影的序似手法方面 王家衛是刻意用食物 去交代故事的時間線 和《棋譜》在這部電影的作用一樣 用季節性的上海菜式 去交代故事的不同季節 間接地去表達情節的時間線 網上也有很多文章 我想分析食物在這部電影的作用 都是寫得很詳盡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 最後想問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周霧雲是叫周霧雲的呢? 會不會其實是想說 她羨慕做天邊的一塊雲 可以無驅無速地飄到想去的地方 講到這裡 不知道你會不會想起 阿菲正主裡面的玉仔呢? 如果以我剛剛這個解釋 王家衛就好像在暗示 周霧雲和玉仔都是一樣 天生都是一隻沒腳的雀仔 所以就算到最後有機會 可以和蘇麗珍在中屋裡重逢 周霧雲都沒有敲門相迎 似乎這個名字應該是有她的特別意思的 好了 花樣年華的上下集影評 終於都完結了 唉…真的不簡單 我想這次應該都是 HeyChill暫時最詳盡的影評片 一直在睡覺的時候就發覺 原來這部電影真的很多東西可以畫得更深 但今天我只選了以上的一些切入點 否則就真的說到2046都還沒說完 最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香港人 再看花樣年華 的確是很感慨的 最感慨是當我看到電影出現的過場字幕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其實就好像斥促的歌詞裡面所說 經書向前翻 新火向上燒一樣 時間線就是不斷向前延伸 時代就是不斷的變遷 我們在時代巨龍裡面 就是不斷要面對改變 我希望可以藉著這個片尾 用這部電影和大家分享幾句說話 無論是近到好像我們自身的改變 還是宏觀一點說香港的改變 甚至是世界或宇宙的改變 世間萬物的改變都是無止盡的 就算對你來說是花樣年華 都已經是過去了 不再存活在這個空間 所以我永遠都是那句 把握現在 做好現在 時間和世界都不會因為你停下來 現在可以為自己做的事 就去做好它 好了 花樣年華影評來到這裡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 和我分享花樣年華給你的感覺 或者一些有關這部電影的補充資料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下面告訴我 至於蘇麗珍三部曲的第三章 2046呢 我就未肯定會不會出片講 雖然照常理開了個頭講三部曲 應該都要講完2046的 不過我看2046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loss 暫時來說這部電影真的不是我杯茶 不過我也會再研究一下 之後再決定 多謝看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我這個 吐心拿血的上下集分析片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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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